37岁女艺人爱丽丝曾丽婷曾主持许多综艺节目 以2015年时 她放下工作续日本留学 更年与日本男友荒木刘已结婚 但她多次在节目中提起 和老公观念上的文化差异难以消除 今年3月 她在脸书坦诚 两人已经在2015年10月办完离婚手续 离婚后 阿丽丝带着女儿离离到法国创业 她创办有机品牌 经营的有声有色 还经常在脸书分享生活中的叙事 上个月她在脸书PO文 表示搭船时手机不小心从甲板缝掉进河中 她只能到通讯行办Syn卡 排队等了近两个小时 让她很怀念台湾的服务速度 不过网友们注意到 和她一起搭船的除了离离 还有男友 她大方承认 对哦 没有看错哦 我叫男朋友了 她还透露 男友是外来的新住民 本司们纷纷送上祝福 演艺圈好友也为她开心 一人小贤表示有人照顾你了 太好了 这句演说我也好像划错重点了 期待夏天 黄小柔则留言偷笑中 本月22日晚间 阿丽丝在脸书PO文表示 自己生日那天宝贝女儿和男友一早就帮忙庆生 不仅唱生日歌送上礼物 还合力写下妈妈 生日快乐 我们爱你的卡片 她非常感动 洋娃娃还不会写字 而男孩写得稀稀落落 但他们很努力 准备给他们的女孩一个生日惊喜 正当她沉浸在惊喜中时 男友突然下跪求婚 她没有准备鲜花 也没有安排浮夸的灯光和排场 只是很真挚询问 你们愿意成为我一辈子的家人吗 她感动回应 感谢主 我们愿意 阿丽丝已经答应男友的求婚 两人明年夏天将走进婚姻的殿堂 能够找到对的人不容易 祝福她吧 这次一定会幸福的Tiller